哎呀我的天 别催别催哈 答应你们的今天有后续就一定有 毕竟本叮当充分可是第一名 就是吧 我越往上加 这个球的形状越偏离正规 这端午节都过了 我还在这不停地过粽子 也是没谁了 还想着换个蓝色的胶带 赶紧把它粘圆 结果形状更怪异了 算了 先量一下 38厘米 接下来的任务更艰巨 因为我不只是要把这对玩意都贴上去 而且要把它粘圆 我也不知道粘了多久了 现在这个不算圆的球 拿在手上咋这么奇怪 它确实跟球好像没啥关系 这里还空了一块 你们说 等我把这对玩意都粘好 会不会比最开始的51厘米还要大 现在的周长不到45厘米 换个橙色的交代积蓄 现在是不是比刚才圆了好多 已经晚上10点半了 我粘了6个多小时 已经有46厘米了 这对玩意还有这么一点 明天继续 看评论有宝贝说 自己粘的球球总是爆开 嗯 保鲜膜了解一下 爆球球的时候 把空气都挤干净就不会爆啦 继续哪里不圆贴哪里 雷迪嘎嘎 认真的告诉你们 想挑战还是乖乖粘球就吧 可别做这玩意儿 比粘球还让人崩溃 不能吃 哪该 量一下 哎 居然还不到48厘米 奇了怪了 算了算了 不管它多大 还是切了吧 这咋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呢 它不应该是直接爆出来的吗 啥玩意儿这都是 再见